廉政公署拘捕一名香港青年代表隊的足球員, 懷疑她就昨晚對俄羅斯國家青年隊的賽事中, 試圓企圖行跨其他人打假球。 廉署早前接受貪污舉報後展開調查, 顯示被捕球員試圓賽前接觸多名隊友, 企圖提供金錢利益, 要求對方在賽事中落敗,但被隊友拒絕。 足仲表示,今次有協助廉署調查, 昨晚參加賽事的正選和後備球員都全部大反調查, 其後只有一人仍然被扣留。 賽事昨晚在旺角大球場舉行, 是為慶祝旺角場完成重建。 港隊最終以1比2輸給俄羅斯。 香港天樂記者,韋家後不得。